你好 我是陈先生 又到了我们公益视频的时间 今天公益视频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小孩七岁十岁 可能以后再也拿不到身份 你听非常清楚 这个是内政部长詹姆斯 詹姆斯说 我这里换两遍 詹姆斯说全部失败的难民 失败的难民 就是难民拒绝将全部送完卢安达 只要你难民一失败 就送去卢安达 听非常清楚 詹姆斯说只要你没有权利留在英国 你就会被送完卢安达 他今天就是以前是你挥划进入英国 我送你去卢安达 现在是只要你没有合法身份在英国 他就会送你去卢安达 比如说以前我们要拼七岁 小孩七岁 拼小孩十岁 就是靠在英国比如说拖时间 硬拖 就是一般的伙伴们就报了假名 假出生 假弟子 反正就做不出回乡镇来 那就硬拖拖个七岁 拖到十岁 因为中国就不承认这些人是中国人 就出不了回乡镇 然后就可以拖到小孩七岁 拖到小孩十岁 但是詹姆斯你看他说的现在说的很明瞄的 只要你那名被拒绝了 只要你那名被拒了 就是没有权利留在英国的 我就送你去卢安达 不管你中国出不出回乡镇 不管你中国承不承认你是中国人 就是说现在只要是拒绝了难民 我就送你去卢安达 只要你身份无法鉴定的人 或者回不到你的母国 不能够回去你的母国的人 我就送你去卢安达 这样子呢 你小孩怎么拖也拖不到七岁 因为你如果长期住在那个 难民的女社里面 你如果长期拟着难民红利金 长期跟移民罪有联系 那他始终会找到你 始终会抓住你 始终会送你去卢安达 不管你给了假名 假出身 假地址 做不出回乡镇 还是怎么样 有卢安达 他可以送你 就是很难以后小孩可以拖到七岁 拖到十岁 因为以后他可以直接送你去卢安达 这样子就再也不用担心送你不去了 以前是送不了中国 那现在可以送你去卢安达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内政部长就出了很绝招 很绝的一招 绝招是什么 就是你如果我送不了你回母国 我就送你去卢安达 这样子能够解决一切难民的问题 然后今天这个斯盖六十的头条就是说 欢迎来到卢安达 斯盖这个新闻马上把这个卢安达做成头条 就是把卢安达做头条新闻 说有更多的这个人将送去卢安达内政部长 内政部长宣布 这个詹姆斯内政部长宣布 只要你难民一拒绝 就直接送你去卢安达 然后这个就是最新的法案 然后就是以前是你挥法进入英国 然后就是我要送你去卢安达 我不给你报难民 然后现在不管你合法进入英国 挥法进入英国 只要你不应该留在英国 难民被拒了 我送不回你去母国 就是你是哪个国家来的母国 我就送你去卢安达 然后现在就是这个詹姆斯最新的公布了这个消息 就是他已经跟卢安达达成协议 就是说我增加了这批能 就是以后就是难民被拒了呢 我们也送去卢安达 这是他最新的决策 也是最新的政策 那有这个政策可以推敲出来呢 七岁 十岁以后可能再也拖不到了 因为你想要拖黑户拖到七岁 你拖不了七年 七年时间还没到 你 他不是移民局会天天叫你去报到 那你一去报到卢安达机票一下来 就把你抓了 送去卢安达了 那你还用得找报到吗 报几次你就被抓了 所以以后只要你去报到 你就被送去卢安达了 那你还能 小孩还能拖到七岁吗 也拖不到七岁 也拖不到十岁 就是如果这个政策实施了以后 很难有能就是可以在七年之内都不被抓 是吧 你要躲起来 你说有的人说 哎呀 那我就躲起来了 我就不去报到了 我躲起来还不行吗 那你要保证七年或者十年不被抓 然后你小孩七岁了 你再跳出来说 哎呀 我要申请这个七岁 能权那个申请 但是七年时间是很漫长的 所以以后这个七岁 十岁将很艰难 你如果一直想要吃福利 住着福利房 拿着福利金 然后天天去报到 那肯定有可能被抓了 就送去卢安达 因为比如说你报的假名假出身假地址 他是查不到中国政府 也不接收你这个 也不给你做回乡证 做不出来 以前是用这个方法拖到七岁十岁 那以后他有了这个新方案的新政策 可能这个七岁十岁这个政策就被毒死了 然后就造成了以后可能这个 这条政策民权死亡 这个政策有在 但是其实他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送你去卢安达 一旦送去卢安达 你的七岁就破灭了 对不对 当然这个是坏消息 然后今天同时也告诉大家 可能感到欣慰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现在工党的支持率很高 工党的支持率很高 然后工党一旦上位 他说我要废除这个卢安达这个 这个就是政策 就是把整个政策给废除掉 那现在保守党的支持率 可能只有百分之三四十 但工党的支持率有五六十 然后如果这个九月份 大概是在九月份 现在是五月 九月份三个月 大概九月十月会进行大选 就是选英国首相 如果工党上台了 他就把卢安达给废除了 那全部就不愿被送去卢安达了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然后陈先生这个公益的频道 完全是公益性的给大家解释 英国的欢欢面面 希望这个频道能够帮助到伙伴们 如果对大家有愿 陈先生觉得也很开心 当然接下来有什么最新的情况 陈先生只要一看到 马上就会推送给大家 谢谢你了 今天的公益的视频 就给大家解释到这里 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到伙伴们 OK了 谢谢你 请准备 If there are flights already scheduled, will you cancel them? I mean, when you say, are you going to actually stop them and cancel flights? Or will you let some fly if they're already scheduled? Well, I think we need a dose of realism here. This isn't going to be a regular flow of flights. There'll be just a few flights taken off if we get them before the election. And we may well do, but I'm not interested in continuing that. We're going to scrap the scheme. We're not going to schedule flights. There will be no flights scheduled or taking off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if Labour wins that general election. OK, that's new. So you'll actually cancel flights? No flights taken off if you win?